现在我们就对场景中的材质来进行调节 我们显示一个视图就可以了 好,实体显示 当我们场景中的灯光和相机暂时确定好位置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显示面板当中把灯光和相机暂时隐藏 让我们旋转这个场景 首先呢我们来调节这个主体的建筑 打开材质编辑器 用吸管工具来拾取建筑上的材质 好,我们来看 显示道的名称呢是玻璃 好,我们把它单独 选择出来 好,我们按住键盘的AutoQ键来进行单独的显示 大家看,当我们吸食到这个玻璃的时候呢 它这个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物体 那么也就说明我们在调节材质之前 要将整个场景的材质进行结组 好,我们选择到整个场景 按住键盘的Ctrl A键 把整个场景全部选中之后呢 我们再按一下空格键 锁定 在组菜单里面 将Open打开 将所有的这个组进行打开 直到这个Open不能被激活为止 好,我们再 取消空格键 取消锁定 好,现在我们再来重新的 吸食一下这个材质 好,没有吸到玻璃呢 AutoQ键 单独显示 大家看现在这个 主体建筑上的这个玻璃呢 已经被我们吸食出来了 我们来再回顾一下 玻璃材质怎样调节 那么作为标准材料下面的 这个玻璃材质 我们看一下这个材质 具体怎样调节 首先是固有色 那么在玻璃的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把玻璃的固有色 调成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蓝色 背景透明显示 好,那么在这个不透明度上呢 我们给了一个50%的透明 这个地方给高光和光泽度 那么这个高光的数值越大 也就是说它玻璃的高光越亮 曝光越明显 好,然后我们给 以适当的这个光泽度 那么光泽度呢 它是来控制玻璃的高光的范围 如果这个数值越大 那么高光的范围就越小 数值越小呢 这个高光的范围就越大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玻璃有哪些属性 在贴图的通道里面 我们在反射通道里去添加一个 威瑞Map 就是威瑞贴图的反射 我们找到威瑞的贴图 好,添加了威瑞贴图反射之后呢 我们反回来 将它的反射程度改成 45 也就是说 不要让它有那么强的反射 好,现在我们来看 透过玻璃材质 看到后面的背景 里面的颜色 比外面的颜色要深一些 所以说呢 这个是我们调节一个比较正常的玻璃 那我们首先呢 将玻璃这个出条材质呢 先放置在这里 当我们调节好一个材质之后呢 可以把材质进行隐藏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建筑上还有哪些材质 Auto Q键 好,这个应该是它的这个 横向的金属杆件 好,我们现在 来这个条看一下它这个材质 那么这个材质之前给的是一个威瑞的材质 我们看威瑞材质的固有色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对它的固有色进行一个修改 反射 反射当中呢 我们点进去来看一下添加了什么贴图 添加了一个衰减贴图 那么衰减的方式呢 是这个菲尼尔的这个方式 好,我们双击这个材质球呢 放大看一下 好,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间的部分 反射比较弱 那么四周呢 反射是稍微偏强一些 那么在这个高光和光泽度上面 高光现在这个金属材质呢 没有开启高光 也就是说当我把这个数值降低 0.8情况下 它就会产生一定的高光 好,我们把这个高光取消掉 那么下面的光泽度呢 也就是控制它的模糊反射 如果我这个数值越小的话 它表面就会越模糊 反射越模糊 那么直至它这个反射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说非常的模糊 我们把这个数值呢 调到接近于1的一个数值 好,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平时我们在渲染的时候 调节材质 一般的金属材质呢 或者是铝板材质 我们可以把这个材质的类型 给成威锐材质 在威锐材质的基础上呢 去添加一些衰减的反射的贴图 这样呢 它的反射会更真实一些 好,当然说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当中呢 这个主体建筑的杆件呢 是比较密,比较细的 所以说我们在给这个模糊反射的时候呢 不需要去给的太多的模糊反射 不然的话 渲染起来 它的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 我们还是将调节后的材质呢 把它隐藏 我们看还有一些更细的一些杆件 这些呢 我们其实可以在调节当中呢 给它忽略不计 或者是直接用一个 把它修改成这个标准材质 好,然后将它的这个固有色呢 调节成原来的这个灰黑色 会更明显一些 好,也不用去给太多的这个高光和光泽度 那么它计算起来呢 其实是比较慢的 隐藏 我们看还有一些什么材质 里面的白墙 既然说它这个固有色的 后面没有添加任何的贴图 那么因为它是在我们的这个玻璃里面 所以说是基本上看不到的一个结构 我们在这里呢 暂时可以对这个材质呢 不进行调节 隐藏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树像的结构是什么材质 柱子 这个柱子呢 应该也是里面的一些结构 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也不去对它的这个材质进行调节了 暂时先隐藏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 另外一个主要的这个建筑上的材质 好,我们先来 吸食这个上面的材质 单独显示 那么看,这个是一个金属顶 好 金属顶的这个材质呢 我们在上方呢 可以给它添加一个 Vray材质 好,Vray材质转化进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将固有色的这个颜色进行修改 改成一个蓝灰色 好,那么在这个固有色的后方呢 我们将这个颜色拷贝 在后方添加一张 贴图 什么贴图呢 就是我们之前学习过的这个分缝的贴图 我们现在去添加一个UV坐标 那么坐标的类型呢 我们还是给成这个box的类型 好,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分布就成一个小方块 好,我们再来调节下方的颜色 我们之前在前方复制了这个固有色的颜色 那我们在这里呢进行粘贴 好,然后 那么在比例上呢 我们暂时不去调节它 这个分缝的粗细 我们改成0.2 好,让它有这个 隐约的这个缝线出现就可以了 反回来 在调整了固有色贴图之后呢 我们在反射当中呢 去添加一个衰减贴图 好,衰减贴图 然后我们放大这个材质 大家看 现在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位置的反射呢 它是比较弱的 那么离我们越远处的这个反射呢 是比较强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反射比较强的部分呢 稍稍调整一下 好,那么反回来 将它的模糊反射 我们给个0.8的模糊反射值 好,那么现在这个铝板的这个材质呢 就是它一个金属的一个顶呢 就已经调节完了 那么我们在下方呢 贴图的通道当中 将固有色贴图拖拽到这个凹凸上 好,那么给它一个10%的一个凹凸效果 好,调节过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材质进行隐藏 再看一下玻璃 好,这个是一个 结构是一个比较偏弧形的一个玻璃 那么我们在渲染的时候 要观察注意到 它的这个玻璃材质 是否能把体面关系表达的到位 也就是它这个弧形的这个玻璃的体面关系 好,那么我们还是给它一个标准的材质 在玻璃的固有色上 我们将它调成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扩展猜数里面呢 将固有色的颜色呢 拷贝到这个过滤色上 可以稍稍再偏深一些 好,这个不透明度 50% 给一些高光 和高光范围 那么这些值呢 都是在偏向于一个比较 我们常规的一个参数 并不是说这个参数呢 是完全固定的 也就是大家不要去硬背一些参数 只要这个参数符合在这个范围之内 去符合这个效果 那么参数的这个多少并不太重要 我们把这个贴图通道 外墙的这个木质的框架 好,我们在后面呢 添加一张位图 也就是添加这个木质的材质 好,给一个木纹的贴图 打开 显示贴图 按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需要添加一个UV坐标 报个字的类型 好,然后我们作为这个标准材质 我们可以给它一些高光 光泽度 大家说它的高光呢 是不会太亮的 木头的这个高光不会太亮 表面呢 也是比较粗糙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给它一个凹凸 好,我们将所调过的这个材质呢 进行隐藏 我们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材质 下方有一个玻璃 那么我们吸出来的话呢 它是一个底伤玻璃 在正常的这个商业建筑里面呢 我们这个底伤的玻璃的调节呢 一般都会调节的比较透明 比如说它的这个不透明度呢 是比较低的 当我们在表现商业氛围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这个室内呢 打一些灯光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玻璃的透明程度呢 调节的稍微的高一些 那么它的这个光呢 就会显得更亮 商业气氛呢就更浓 好我们把这个玻璃固有色呢 调节深一些 好高光 好下方已经给了一个微锐贴图的反射 那么下方的反射不是特别强 因为越透的玻璃啊 它的这个反射呢是越弱的 不透明度越高的这个玻璃呢 它的反射呢是比较强的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主要建筑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材质 我们用一个材质球来拾取 好吸取到楼板 我们把它单独显示出来 现在呢我将这个楼板呢 贴一张贴图 柜色后方添加一张贴图材质 显示出来 好那么现在我 想在这个人事的角度呢 看得到楼板上有一些灯光的效果 那么这个灯光效果怎样做呢 我们返回来 我们现在所在的材质类型呢 是标准的材质 我们在标准材质当中呢 去把它转换成一个混合材质 Blend混合材质 好当我们双击这个混合材质之后呢 它弹出一个窗口 问我是否保留原有的这个贴图 那么我选择是 好那么我们看 转到这个混合材料之后呢 有通过两个材质球来控制 这个同一个材质 那么下方呢 有一个mask的遮罩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具体是怎么样来应用 首先我们点到第一个材质去 那么第一个材质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的 这个标准材料的 这个楼板的贴图材质 好 我们在这个上方可以显示它 那么第二个材质呢 第二个材质我们给成灯片的这个材质 那么这样这个灯光呢 它一般都会有一个自发光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自发光后面呢 把color的数值呢 数成100 好我们把这个 于是显示的问题啊 我们观看这个材质球 那么返回来 在第一个材质 显示第一个材质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勾选到第一个 这个上面 显示第二个 显示第三个 那么第三项呢 我们还并没有添加这个任何的贴图 我们在这个mask里面呢 去添加一个遮罩 那么这个遮罩呢 我们就要应该选择的是 这种黑白的贴图 我们进行打开 大家看 当我把这个黑白贴图打开之后呢 这个楼板上有灯光的 这个效果的材质呢 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显示 好 这是它的一个楼板灯片的一张 通道的贴图 也就是说黑色的部分呢 现在就显示的是我第一个材质 楼板本身的材质 那么第二个 白色的这个圆圈呢 它显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灯片 就是我们调节的第二个材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 那么当我们觉得这个灯光的这个密度呢 太密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到这个遮罩的这个贴图里面来 将它的这个平铺的次数呢 减小 好 那么这样的这个灯光效果呢 就稀疏一些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楼板本身的这个材质 好 那么我想给它一个UV呢 在这个地方修改面板 去添加一个UV坐标 好 好 添加一个UV坐标 我们返回来显示第三个 楼板灯材质 那么发现它的这个坐标也跟着改变了 那我们就需要再把这个数值呢 调大 好 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控制它的这个UV 好 平铺的这个次数 好 我们先暂时呢 把这个楼板灯的这个材质呢 隐藏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材质 上方呢 也有一块屋顶绿化 草地的材质 好 这个地方 我们在相机视图里看一下 并看不到 所以说这个材质呢 我们暂时也可以先不去调节它 暂时呢 先把它隐藏 好 我们发现这个 我们场景当中打了灯光之后啊 这个2012版本呢 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阴影的显示 那么我们在左上角 视图的 左上角 加号的部分呢 将这个设置里面的阴影 关闭掉 好 那么场景中就不再有阴影显示了 我们把这个草地呢 隐藏 好 其他的剩下的还是就是金属的窗框和杆件了 那么这些呢 我们暂时不去调节它 我们先粗调一下其他的大面积的材质 铺砖 好 铺砖一 像这种商业的 D块上的 我们把这个背景啊 显示取消掉 然后推B键 当这个商业部分的这块铺砖呢 我们可以让它的这个贴图 变化多一些 好 我们选择这样的铺砖 好 调节它的这个UV坐标 给它BOX的类型 我们看这个一块砖的比例 那么这个一块砖的比例如果是 一米乘一米 好 那就是它根据它的实际的比例 好 然后我们给这个铺砖呢 一些高光 光泽度 稍微呢 给一些凹凸 好 隐藏 我们再看还有哪些材质 色带 好 我们看之前这个色带呢 已经给了贴图材质了 我们显示一下 它是这个黑色的大理石 好 黑金纱 那么我们返回来呢 需要给它一些高光 光泽度 我们看这些配景楼呢 就是说不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 视线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暂时呢 不去调节它的这个材质 好 那么这一块呢 也是整体的一个铺砖材质 显示 给成 好 再看前方的位置 这个地方有个水池 我们将这个水的材质呢 稀释出来 好 那么在之前的这个讲解材质当中呢 我们知道这个水的材质和玻璃材质 有一些比较相近的属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水的固有色 水的固有色呢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调节成一个比较偏深的颜色 那么如果我们看不到下面的这个水的水的底部呢 可以将它的不透明度呢 设置成100% 就是让它不透明 稍微给一些高光和这个光泽度 在贴图通道上面 我们找到这个反射通道 我们在里面添加一个 微锐的反射 微锐贴图 好 那么反射的效果呢 也不易太强 我们给50%的一个反射 好 那么水的材质 大家看到这一步呢 跟这个玻璃材质比较相近 都有这个反射和透明的属性 那么水呢 唯一比玻璃多的另外一个属性呢 是它的这个噪波 我们在凹凸的通道后面去添加一个noise 噪波的贴图 好 添加了这个噪波之后呢 我们进入的这个噪波的一个面板 好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个噪波的一个基本参数 那么它底下的这个size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波浪的一个范围 数值越小 它的这个波浪呢 波纹就越细 数值越大呢 它的这个波纹呢 就越宽 好 我们看一个游泳池的话呢 它的波纹呢 其实应该是比较密的 点小一点 好 然后我们看它一个类型 第一个呢 是一个常用的一个类型 第二个呢 是姜或者是胡 用到的这个波浪类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海洋 所用到一个波浪类型 那么我们在平时做项目的时候 比较一般的项目 啊 是用到这种水池啊 人工的水池 一般都是这种 自然的这个波浪 好 那么反回来 在凹凸的前方的强度上 我们把它这个凹凸的这个数值呢 降低 也就是说它表面的这个波浪的范围起伏啊 不会那么强烈 好 水的材质我们也调节完了 隐藏 还有一个看得到的铺砖的材质 好 这个铺砖材质呢 本身就已经给了这个贴图了 好 那么也给了这个高光 和光测度 我们给一点凹凸 隐藏 这边我们还是看到一些路面 所以说这个马路贴图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好 这是所有的马路的这个材质 我们在马路的调节方式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给成一个微锐材质 好 微锐材质的过有色后方呢 添加一张贴图 我们添加一张马路的贴图 好 这个地方我们让它的这个纹理呢 可以稍微的密一些 或者是我们可以让它转化成混合的材质 在这里我们把它转化成mix 保持原来的贴图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为了让它更真实呢 我们用了一个mix的混合贴图 作为它的这个固有色的贴图 好 那么我们第一个材质呢 添加的是这样的贴图 那么第二个材料呢 我们看 添加一个不同纹理的马路贴图 好打开 我们看这个mix的混合贴图呢 和这个blend的材质呢 有点相近的地方 你说它都有两个材质球来控制 那么黑色是控制这个第一个材质 白色控制这个第二个这个材质 那么在这个后方呢 它可以有这个50%的 百分比的一个混合程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质 那么当它是这个100%的时候呢 有可能它显示的是 有可能它显示的是一个材贴图 那么当我给称有百分比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两个贴图呢 它有这个互相50%的一个混合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混合的 这个比例上呢 后面去添加一张黑白的贴图 好 我们找到一张黑白的通道贴图 好 我们添加这样的这个斑驳的贴图 打开 好 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材质球上呢 就已经用这个遮罩呢 来控制这两个材质了 那么它前方的这个百分比的数值呢 已经不起作用了 贴图上我们还需要添加的是一些反射效果 在反射后方呢 我们添加一张贴图 好 我们来添加这种黑白的贴图 比如说这种黑白的啊 有积水的效果的贴图 那么这个贴图怎样显示呢 我们在这里显示 好 如果觉得它的这个密度太密的话呢 我们将它的频步次数呢 降低 好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水的反射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这个白色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模拟这个露面积水的效果 那么黑色的部分呢 也就是显示这个露面 好 我们暂时出调这样的材质 下面的反射 我们将它的这个反射呢 可以稍稍调低一些 好 现在这个我们场景当中所见到这个材质呢 已经基本上的调节完了 也就是我们主体表现的这中心的材质 那么出调材质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渲染测试一下 好 我们检查一下在这个原来的 微锐的渲染器当中 我们把覆盖材质取消掉 好 那我们出调材质之后呢 看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有很多地方呢 我们是需要去反复再重新调节的 比如说建筑上的这个材质 那么这个木墙玻璃呢 我们觉得它这个 它的变化还不够 那我们想在这个底下呢 让它可以稍微再透一些 并且透一些灯光 那么右方的这个建筑里面呢 底上也可以透一些灯光出来 但是大的这个形体关系呢 还是分的比较开 那么我们看后面的这些 配景的这些建筑呢 那么也算是这个背景的这些建筑 它的这个材质呢 也是 调节的这个不够 我们还需要这个 对它的这个材质进行调节 包括铺砖的这个贴图 好 我们再看一下路面 那么路面我们选的这个黑白遮罩呢 明显呢 感觉它的这个 贴图的位置 还有包括比例啊 有点不是很合适 那我们再去考虑 是否把这个贴图更换一下